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們午安安中秋節快樂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特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邀請您同步拿出手機平板 或是開啟電腦 來搜尋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隨時跟我們互動一下 也邀請大家可以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 同時邀請大家也可以下載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TVBS新聞網 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網路投票 您對於疫苗第二劑混打的看法 邀請大家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到我們TVBS新聞網 投下您神聖的一票 來反映出所有人的名義 好 我們就緊接著來關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水果的問題 進銷到中國大陸 包含了釋迦 包含了聯誤 可是過去人家也在講說 我們銷往其他國家的時候 別人也同樣有提出說 你們有這些病蟲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上綱到這種政治因素呢 但是這一回遇到中國大陸同樣又是一個反中操作嗎 是不是有雙標的可能性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中國大陸突然禁止進口台灣聯誤即釋迦 讓農委會又氣又傻眼 揚言若對岸 9月底前不恢復對話機制 就會向WTO提起訴訟 不過就有網友翻出6月的這件事 今年6月時台灣一批芒果和荔枝運敵紐西蘭後 被發現有果實營幼蟲 遭紐西蘭下令暫停入境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卻說 尊重進口國處理 這讓底下網友炸鍋了 大酸綠色執政出示都中共的錯 陳吉仲只有政治正確沒有專業 被罵到的本人親自回應 我們2007年就跟紐西蘭簽訂好這個檢疫的規定 我們當初要把芒果或者是荔枝賣到紐西蘭 那時候就同意如果有遇到像果實營 那就暫停輸入 強調和紐西蘭事先講好遊戲規則了 而對岸卻是沒尊重國際監隊借殼蟲的處理程序 就近自喊停 而農委會也爆出陸方不溝通 已經好一陣子 還記得今年2月大陸禁止進口我國鳳梨嗎 農委會表示在那之後有8度要求要進行技術性協商 但是都遭到陸方已讀不回 據了解要告上WTO不只耗時久 我國禁止進口的大陸農產品還比較多 也有人提出解發外銷到日本呢 但對日本人來說 看來要從根本解決問題 還是得靠台路雙方敞開溝通大門 TVB的新聞王新唐李怡婷台北消防報導 好我們就來歡迎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台北市議員游史惠 大家午安中秋節快樂 還有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早就好 好 我們現在在講 就是說綠營到底是不是又在雙標了 其實現在這件事情整件事操作下來 感覺最苦的就是農民 我們的果農們現在真的是欲哭無淚 我們現在正立了很多農民醉苦 一些果農的心聲 其實中國大陸宣布禁止 如果國內的這些聯誤銷路不好的話 農民也只能抱著這些聯誤樹枯 因為這些有些聯誤 根本子彈聯誤是種了之後 就是要做外銷的 在台灣的接受度不見得那麼高 所以你說現在要轉內銷市場 也不太可能 再來政府也應該要補助 希望少點意識形態 每天這樣罵中國 你還要人家買你的東西 農民看了也是覺得不太可能 另外還有人也覺得說 這個銷往大陸的市場受阻 主要是要看台灣的消費者 吃不吃得慣 因為現在種的一些外銷品種 其實跟台灣人的口味不盡相同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的新聞大白話當中 我們的留言區也有農民來留言 因為我們在昨天播出的時候 我們有放一個資料畫面 資料畫面裡面 在採收這個市家的農民 他就來留言 他就說我就是你們新聞畫面中 撿的撿那個市家的那位果農 其實今年賴副總統來視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跟他提出訴求 說我們不要抗中 有一天我們會被大陸禁止 但沒想到現在最擔心的事情 還是發生了 所以他昨天還特別來留言給我們 明明農民也都看在眼裡 明明農民也都知道 鳳梨之後很可能下一個就是市家 可是為什麼我們政府 沒有及早來做一些準備 我們今天特別來連線一下 這個台東的市家農 我們來連線的是王志偉 志偉哥 志偉哥您好 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現在在台東這邊很多市家農 包含了您就是現在大家的現況是如何 因為緊接著可能就是面臨到 即將要出口的時節 那現在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現在大家該怎麼辦 你好 各位來賓好 大家好 我個人有種了6公頃的市家 台東總共有6000公頃 那其中有一半是鳳梨市家 那這個鳳梨市家 95%都是外銷 所以你在一般台灣的市面上 很少看到鳳梨市家 都是看到大幕市家 是 那鳳梨市家裡面的95%是外銷 這95%裡面的95%都是銷到中國大陸 那現在如果大陸停止進口的話 那會很慘 這不是一個慘字而已 是三個慘 頭頭頭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大家還沒有想出任何的對策嗎 因為如果轉往內銷 是不是台灣人對於這一種市家的接受度 並不是很高 台灣人以前剛開始的 二三十年前的時候看到這個鳳梨市家 這個新品種很好奇 也給予很高的評價 也給予很高的價格 可是跟大幕市家比起來之後 因為大幕市家這幾年也品種 品種改良改得非常好 那在市面上 消費者還是喜歡傳統的這個是大幕市家 所以相對的鳳梨市家的愛好度就比較不高 以我們農民個人個別來說 我們農民自己都喜歡吃大幕市家 不喜歡吃鳳梨市家 是 所以之前在鳳梨的事情之後 其實是不是你們都有所警覺 那農委會在這一陣子以來 大家都在講說這半年 農委會到底有沒有做任何的預備 對於市家這一個水果來說 你們有看到農委會在這半年來 有做比方說像是除病蟲害或是薰針 給予你們一些輔導嗎 其實這個問題 龍秉心裡都有數 一直都認為這個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從十幾年前開始外銷到大陸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都一直都有寵的問題 但是當時候大家不把它當問題 兩岸政府兩岸的海關也沒有很特別去嚴苛要求 包括我們台灣要出口的時候 台灣的動質檢局 也是要說先做檢疫 對不對 然後到大陸進口也要檢疫 那但是以前的檢疫沒有這麼嚴苛 那這幾年特別的嚴苛 但是也不能說嚴苛不對 因為你做國際貿易 本來就是要按照國際標準 可是事實上就是 大陸以前對我們是讓利 讓利的話也就是相對沒有那麼嚴苛對不對 那農民 農民就是這樣子 我們盡量做 盡量做 可是以設備來說 我們的設備是不夠的 你要做國際貿易 做農產品外銷 在動質檢疫裡面 本來就不應該有驗出有蟲 有菌 有病的問題 以台灣台東 這麼大中 一天有十幾個後櫃 事實者後櫃外銷到大陸 到目前為止我們用的設備 就是大概就是空壓機 就是我們輪胎店在灌通那個空壓機 然後把市家上面的床吹一吹 就把它吹掉 那也是說在你目視看不到床原則而已 你沒看到的 所以事實上 這個問題 你說農委會的補助的設備嗎 7年台東縣政府有補助了170台的 空壓機給農民 那個對台東縣政府也是政績 那對農委會他有補助了一些 大部分是田間的事情 像噴藥車 割草車 採收後處理這一塊的設備補助的比較少 以台灣的現在的政府的財力來說 應該要在台東建立一個 比較國際標準的一個外銷包裝廠設備 但是事實上沒有 對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政府可能在 3月份的時候看到鳳梨的事情 並沒有趕緊的來做你所謂的這樣子 國際性的可能可以儲存的一種 中央的一個處理的機制 感覺上面並沒有做一個相對的應對措施 所以緊接著我們現在又面臨到了這樣子 世家也被禁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謝謝志偉哥跟我們的連線 下一個階段我們再繼續來跟志偉哥 繼續來討論 所以我們就回來這邊繼續來講 現在其實不光是說這個世家的問題 我們現在上綱到說 變成一個政治的問題 是不是綠營總是喜歡逢中必返 所以我們就舉了幾個例子 過去包含了像是澳洲紐西蘭或是日本 我們在外銷的時候 都有遇到相關的問題 比方說到澳洲這邊 這當時鳳梨他過手的黑心遭到下架 可是農委會的回應是說 會找業者來制定SOP 沒有政治上的問題 紐西蘭的時候 荔枝芒果也是發現到說 有這個東方果實營幼蟲 他也不是說是政治問題 也是說我們的品管有問題 那我們就來處理 日本的時候是香蕉 香蕉銷日本有兩度驗出來 有農藥的超標 台農也主動銷毀 也不是上綱到政治問題 可是為什麼當我們遇到中國大陸的 這個水果外銷的時候 大家都要跳出來說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是故意的 是刻意的 像是王定宇他就在講 他就說 遇到中國就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嗎 他其實放的照片 也被大家發現 我們發現到王浩宇也好 王定宇也好 甚至鄭文燦 大家出來要救果農 要救世家的時候 放的都是大木世家 人家在想說 你們要救的時候 也先選一下圖 現在進的又不是大木世家 這個是鳳梨世家 所以我們這邊就放了一張 最近很流行的說 叫燦笑摸頭這個 是不是連我們的燦歌都搞錯 都放成了大木世家 所以到底是不是 大家真心想救 陳其重放出了救命三包 當然不外乎是補助 還有說五倍券農業券 現在你不要去做別的事 就來買世家 買這個蓮霧去 還有就是要向WTO來控訴一下 可是我們接下來 這三招真的有辦法救出 這個農民嗎 有辦法嗎 這恐怕不是長久之計 下一波 還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是柑橘 柑橘的話 我們看 這包含了一些教授學者 他們講 他說柑橘 其實如果你要變成做加工食品 真的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 堅果而外銷 可是如果你要做加工食品 其實真的用量也不會那麼大 而且國產的柑橘 也不適合做這個生產包裝的果汁 同類型跟其他的水果產品來說的話 是競爭力是比較差的 還有農委會的前主委 他現在說 這個禁運事件 要回歸到正常的國際貿易 但發現到害蟲 要不要薰針 一次十億 他也沒有辦法解決根本的問題 所以十億的補助 根本不是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 而且過去去年的時候 這樣子補助外銷鳳梨 不是去年 今年年初的時候 補助外銷鳳梨 也發生了一個插曲 就是這個 在鳳梨外銷補助上 竟然也有賣襪子的廠商 來分一杯羹 所以你的補助 到底能不能補助到 真的需要的農民 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仁俊哥 我覺得我們現在 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老共有沒有刻意的 想要用政治的部分去引導 我先講 因為胡錫進寫了很多 政治上面的語言 當然你可以講說 胡錫進他不代表官方 但是他很喜歡針對很多的東西 去發表他的言論 所以難免會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這上面會不會有政治的操作 因為胡錫進的說法 他就是政治上的講法 可是你剛剛回來看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 志偉哥 因為他現在還在連線上 他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過去我們在整個的 果農的出產的過程當中 尤其外銷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有一定的處理的方式 對於蟲害的這件事情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農委會現在覺得說 我發這個所謂的10億給大家 那你給的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說我只是把這個錢 讓你覺得說 你看我有錢拿來 讓大家渡過這次難關嗎 還是我今天補了這筆錢之後 我是有幫助在蟲害的這件事情 能夠幫他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我覺得這兩個 完全不一樣層次的事情 但我覺得看起來 農委會並沒有打算 徹底的解決這件事 沒有打算幫助農民 徹底的解決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先給你預告過 說下一次是柑橘類 可是你知道在農委會的網站 對於他們這一次講這個 大洋屯蚊粉戒蟲裡面 他們其實自己的網站就講到說 有66種的這種所謂的果作物 其實有可能會變成他的蟲害 而且他的包容非常非常多 我就不要一一唸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 所以我剛剛講說 農委會是不是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剛剛果農大哥 他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過去的處理的方式 現在如果對岸 或者是任何一個國家 他今天告訴你講說 我要嚴格的去抓 我要嚴格的去找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因應 還是我們真的就是靠當時 就是我們說 你看我鳳梨這邊不吃 我就賣到哪邊去 你知道我們的農產品 要外銷出去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除非你本來就已經有 人家跟你有進外銷的品項 如果這個農產品 是從來沒有進到 這個國家裡面去的 你要光重新申請的這件事情 你要得到他的認證 跟他的許可 他就需要很長一段的時間 這裡面還有包含很多的會議 包含很多的協調 甚至有 你可能要簽很多的這個約 所以他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你再回來看到說 你剛剛特別提到的 加工的這一塊 在上一次鳳梨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曾經在網路上 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鳳梨罐頭 結果發現都不是台灣的罐頭 沒錯 都泰國的 都是泰國的 因為為什麼東南亞那邊 我們的廠都是直接去那裡 包一整條的 一整個的農田 然後生產線什麼吞在那 做完了包回來 掛上台灣的牌子 就如果我們今天認為說 我今天透過這個方式去做 都不要再提到 像剛剛大哥講到說 這個品種 因為可能在國內 本來吃的人就不多 我要重新再開拓一個市場 光國內它可能就有一個狀況 而且這還有產銷的問題 還有人願意去幫你承携這一個 然後申請你要運送或什麼 更何況你要輸到國外去 所以我覺得農委會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我其實比較不喜歡看到的是 農委會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你們也沒有預判的能力 還是你今天只告訴我講說 下一個乾局的你要小心了 不然你後天會害 人好呢 你們要去做事對不對 就像這個疫情一樣 我告訴你疫情很嚴重 嚴重怎麼辦 我也沒有疫苗 沒有什麼什麼 你們就自己想辦法 他每次其實到最後 都是讓人民自己去弄 再來就是第二件事情 你看剛剛這個大哥說的 我們這個鳳梨 因為他就提到就是這個 我們這一次是這個 世家的這個品種 你這個世家的品種 我們有9成5 全部都外銷 沒錯 又有9成5的外銷裡面的9成5 是什麼 是到大陸去 我其實在上一次鳳梨的這件事情 大家看到他們的那個做法 我們的官員很喜歡用一個 大水庫的理論 就是整體的農業產銷裡面 他告訴你說 這一些進到大陸的 只佔那麼幾% 可是他永遠不告訴你是 那幾%其實是少部分人 他唯一賴以的生計 就像剛剛講的 你看到這一批的產能 9成5外銷裡面的9成5 其實是往大陸 所以當大陸不跟他進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個 只靠這個人他的影響就大 你每次都告訴人家講說 就整體經濟上面來 來看我們農產品出口多少 然後一年多少的額 你只佔那麼一點點 所以也不要怕 我不能講你錯 但是你真的停掉 你聽在現在這個大哥的耳朵裡面 他會好受嗎 我的東西 我就像這個市場 當年在我們觀光萎縮的時候 一模一樣 政府的說法都一樣 他告訴你講說 誰叫你要去做大陸市場 誰叫你直接入客 你為什麼不去開發別的國家 你為什麼不去走東南亞市場 你為什麼不接西方客 那你就會發現到這個天差地遠了 因為他的環境不同 結果你反而回來怪罪人民說 誰叫你當初要選這一行 所以我只能這樣說 就是說對於農民來講 今天我們要不要自己想辦法 去解決蟲害的問題 剛剛大哥也講 他說他也沒有 不是不想解決 他以前的做法 就是你現在找找 上面看不見 看不見 你現在他現在要嚴格 要跟你抓 他一個一個去抓 說真的 你真的要去怪罪他 我講了 因為胡錫進他有政治上的語言 跟說法 他就喜歡講 難免會被做文章 可是如果農委會今天 對於後面的這些品項 你自己都講66種了 這些東西如果以後 都讓人家有一個藉口 他今天有一個 有兩個 上次不是也有一個藉口蟲 這次又來了一個 他既然上次已經講說 是藉口蟲問題 我們應該早有應對 就像剛剛農民所講的 國農所講的 我們應該是要從中央 把整體的設備來做一個提升 可是我們為什麼中央 總是給人家感覺就是 你農民你就自求多福好了 明明就已經半年前 發生了鳳梨的事情 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看到 我們的中央 或者是我們的農委會 有實質的作為 淑慧 我覺得陳其仲 在這幾年 所有只要遇到農產品的作為 他永遠只有兩招 一招叫做 都是阿強的 第二招是 我們大家一起吃 我們大家一起買 包括說我們內部自己 農產品價格崩跌的時候 我記得2017年的時候 我在選舉的時候 那一年又是香蕉崩跌 他又叫大家買 大家知不知道 我到每一個禮辦 都看到成堆的香蕉 幾香的香蕉 然後里民全部都在吃香蕉 我們北農也被逼得要 政策配合 去買香蕉去送 這幾年永遠都是這樣 然後上一次鳳梨也叫大家吃鳳梨 吃鳳梨吃鳳梨 現在又叫大家把五倍券拿去買四家 坦白說 這幾年 民進黨的所作所為 大家為什麼說要雙標 全世界都可以拒絕我們 只有大陸不能拒絕 民進黨可以接受全世界拒絕我們 不能接受大陸拒絕我們 那你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你有西蘭拒絕我們的農產品的時候 你就說這早就工好的 那今天這個呢 這個太平洋豚粉這個借殼蟲 我告訴你 是農委會官方資料裡面寫著 是世家的最大害蟲 而且農委會還寫說 我們要積極的 以這個防治這種借殼蟲為主要目標 那結果呢 你有沒有積極去輔導這件事呢 剛剛那位大哥說的 我們出口還要先經過農委會 防檢局的檢疫 要拿到一張檢疫單 請問一下 我們的防檢局 有沒有好好的幫農民檢疫這個東西 如果不合格的 你有沒有退回去說 你這裡面有蟲 你要處理 還是說運往大陸的慶菜去蟲蟲看 闖不過以後又說是阿公啊 政治操作我們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這一次很多網友的風向都已經改了 之前上一次鳳梨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還真的跟著去吃鳳梨 聽陳其中的呼籲 但這一次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大家知不知道PTT網路第一個標題就是 我們又要吃四家了 就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預測到說 陳其中就是會這樣呼籲 果然 可是我覺得很多網友也說的沒有錯 你這麼不喜歡中國大陸 我跟你講這麼不喜歡中國大陸 你有種你就不要賣 你有種就幫這些農民 找到其他可以滿足的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的市場 有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你其他國家你都找不到 可以滿足台灣農民的市場 那怪誰 怪你民進黨無能 你又要賺人家錢 錢是香的 然後大陸是臭的 哪有這樣子分開的呢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農民 只要看到農委會 看到我們民進黨政府 又在嗆中國大陸 心裡都在想說拜託拜託不要再說 真的 不要以為大家都支持他們 這樣一直嗆一直嗆 我們的觀光旅遊業 在這幾年 在民進黨執政的第一任的前四年 損失了800多億的外匯收入 800多億 然後現在我們的農民 又這樣子 今天鳳梨明天聯誤 後天釋迦 大後天柑橘 請問一下 我們每一次外銷 都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在大陸農產品 那現在如果我們都不外銷 改成自己吃 那以後台灣就不用做外銷市場 全部都內銷就好 你這麼有guts 那你民進黨全部買來 送給你的黨員 你不是說叫我們要出錢 去幫你處理你該處理的責任 沒錯 對今天這個問題 我覺得始終的關鍵點在一個 有沒有蟲 你不要用政治 你不要用政治蟲 民進黨說有 大陸說沒有 把照片拿出來 把你檢疫的流程拿出來 民進黨你們在檢疫的時候 我們海關在檢疫的時候 有沒有好好檢疫 有沒有照片 那大陸他如果拍到有蟲 有沒有照片 就是這樣 根據事實來說 我記得之前鳳梨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 陳其邁 大家都出來吃鳳梨 陳其邁那時候還說 黨會要改成鳳梨 我看是下次民進黨的黨會 恐怕還要加上釋迦跟聯誤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快點 轉至阿 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